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要想煮鸡蛋的话最好还是放在锅里煮啊 千万不要放在微波炉里进行加热 第三种不能在微波炉里加热的呀 就是我们经常喝的牛奶啊或者是豆汁啊 一些这种带包装的那放在里面加热 我们知道外面基本上都是塑料做成的 那我们放在里面这个塑料遇到高温啊 会产生有害的物质 那这个不说如果气温过高啊 这个包装还会炸掉 所以啊这个也是不能放在微波炉里加热的 最后一个不能放在微波炉里加热的呢 就是干辣椒了 可能有些人啊觉得这个辣椒湿了 潮湿了放在微波炉里啊 然后加热一下让它烘干一下 但是啊这个辣椒呢它会有辣椒素 这个辣椒素啊非常的具有不稳定性 那很容易产生爆炸 而且我们如果加热完之后打开 它会挥发出一种很辣的气体 然后导致我们这个鼻子呀 还有眼睛啊就会受到刺激 对我们的身体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以上呢就是关于微波炉中不能加热的食物了 那在生活中不知道您遇没遇到过 这个有些食物放在微波炉里发生了意外了呢 或者说您知不知道 哪些食物也是不能放在微波炉里加热的呢 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啊 赶紧把这个视频转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们 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啦 想好的世界有得到的表悠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